是你的心里有鬼 干脆死在你的末期里面 一回又一回 干脆给我一个藏宵的机会 村中少妇玩的花 只因丈夫长年不在家 男人空虚寂寞的她 便和同村七名小伙交往 等到第八名上位后 想要站为机友 怎奈村花不愿放弃整片森林 气急败坏的她将其惨事杀害 并绑上一百多斤石头抛石深井 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 却不料有人无意间喝了井水 尸体这才发现 到底是谁会如此讨天恶心 跟着安哥来一探案 人人都是大侦探 时间2012年5月10日 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 虽然还没到三五天 气温就高得离谱 这天村民老张 顶着烈日在田间老作 没多久便口渴难耐 眼看即将出现脱水症状 老张便想到附近有口水井 尽管水井腥臭无比 但实在太渴 也顾不上许多 小心翼沿着井壁 下到井边 刚喝几口便察觉不对 定睛一看 水面好似有一个人 姿势怪异 极其恐怖 吓得老张手机直接报了井 警方一脚油门赶到案发现场 根据现场情况 民警却提出 为了一探究竟 警方竟拍一名擅长游泳的男子下井谈查 不久后 男子确认井下有一具尸体 此尸体已经高度腐败 贸然拉上去会造成严重损失 劲而增大 案件侦破难度 为了保护现场 决定将井水抽干 经过三个小时努力 大部分凝水被抽出 随后用两米长木架将尸体抬除 经过法医初步查验 死者是一名30岁左右的女性 死因是机械性窒息 脖子上又明显勒痕 全身被白布包裹 背上还绑着石头 很明显这是一起杀人抛尸案 目前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找到失源 警方立即对村庄近期失踪人口进行排查 很快八个月前还未侦破的 一起女子失踪案进入警方视野 失踪女子名叫尹安平 36岁 在村里算得上数一数二的美人 在经过两次失败的婚姻后 第三次嫁给家境平寒 常年在外打工的赵成全 可在2011年9月25日 赵成全怎么也联系不上妻子 起初认为是妻子手机关机 便没有在意 可一直到晚上还没有取得联系 感觉不对他 联邦坐车赶回村里 可家中始终没有找到尹安平踪迹 随即联系妻子娘家人 这时尹安平姐姐打算报警处理 赵成全却出声阻拦 还一反常态的将家中打扫谈警 可五天过去了 尹安平始终没有消息 大姨子再也安插不住 独自去警局报案 等警方赶到赵家调查时 虽然赵成全已经清理过现场 法医还是在地上和墙上提取到人的血迹 警方推测尹安平遇害可能性较大 家人得知后大为震惊 尹安平从不与人结怨 再加上生涯的好 村里许多人都笑脸相迎 怎么可能早已不测呢 警方首先怀疑其丈夫赵成全 只因大姨子想报警时加以阻拦 又自作主张清理现场 这其中会有什么隐情 警方立即调查赵成全近期活动轨迹 发现9月25日他还在陕西 而尹安平是9月24日晚上失踪的 这足以证明赵成全没有做案时间 根据他所说之所以打锁现场 是不想家储外迎 同时尹安平姐姐透露 尹安平打算离婚 不愿再过清贫日子 随后又在卧室中发现尹安平身份证 这表明他不可能是离家出走 为此警方在村里展开地毯式搜索 始终没有发现尹安平身影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时 赵成全向警方提供一条关键线索 案发当晚村民张忠良曾给他打过电话 暗示尹安平可能会离开他 张忠良为何会这么说 他又如何知道尹安平想要离开 警方随即询问张忠良原由 却发现他已经去了广西 声称自己对尹安平失踪一无所知 由于当时没有发现尹安平尸体 警方也没有证据直接表明 张忠良和此案有关 只能暂停对张忠良调查 案件也被暂时搁置 直到八个月后 老张在深井中发现尹安平尸体 这起失踪案才有了实质性进展 警方一致认为这是一起熟人作案 只因深井位置偏僻 不是同村人很难找到 而张忠良作为同村人 肯定知道水井位置 又能提前预知尹安平失踪 因此张忠良成了警方重点怀疑对象 立即赶往广西调查 那么张忠良和死者究竟有什么关系 原来两年前张忠良因伤在家休养 这段时间与尹安平走得很近 经常在一起研究软件硬化工程 9月24日那晚 张忠良惊虫上脑 打电话给尹安平想要修炼神功 却一直联系不上他 感觉是有蹊跷他便去找尹安平 无意间听到他在和另一个男人撩骚 张忠良意识到自己也只是个备胎 心生不甘决定报复尹安平 于是打电话给赵成全 谎称尹安平要和别人私奔 谁料赵成全非但不信 反而将张忠良宠罢一顿 此刻张忠良愤怒至极 冲进屋质问尹安平 尹安平一番话彻底激怒张忠良 认为自己只是他的玩物 两人也由最初的争论升级为肢体冲突 最终失手将尹安平掐死 张忠良为了掩盖罪行 用白布裹住尸体 并在背后绑上巨石沉入深井中 之后又将尹安平手机丢弃在杂草中 做完一切后连夜逃到广西 试图躲避警方追查 在惶恐中过了八个月 直到老庄偶然来到井边喝水 这才揭开这起杀人抛尸案真相 一场慌肠的感情 最终以悲剧收场 最惨的莫过于赵成全 当牛做把挣钱养家 到头来却是人才亮空啊